如若他知道他为了他跳成楼 想必定会拼了命的活着 令人难过的是一难平 这一世名扬天下的小男陈王 和单纯善良的十一真的很相配 男才女貌情愫互生 十一的婚约取消 他们可以在西州好好的 他们可以和众师兄姐一起过自己的小日子 他们明明可以做到侄子之手 与子偕老 他们明明可以相互扶持 生属于自己的孩子 共度余生 但是这一世的结局 小男陈王踢鼓之行 十一跳楼殉情 整个王府他们都不在了 其实仔细想想 周生如故不算愿 顶多就是结局太惨了而已 留下许多遗憾 周生如故其实很甜 感人 男女主的感情线 从头到尾没有误会 他们虽然没点明心意 但都是相互信任 一起向前 的确没有狗血 男女主一直都是双向奔赴 爱意见深 没有误会 没有不信任 没有明确 他们一直都是隐晦地爱着对方的 他们俩都是很温柔的人 没有隔阂 也没有误会 无论发生任何事 他们的爱也不曾变过 所以 女主才会在男陈王死后 可谓你一跃而下 染红我忍痛的爱 陈此一生 不负天下 为负时宜 周生辰短短几句 讲述了自己深藏的爱意 十一对于他 很重要 十一也不知道 他们还会有下一世 他只是没有了师父 活不下去了 师父对于他 也很重要 他来嫁他了 南城王府 被所有人宠爱着 长大的公主 舍不得离开他们 舍不得离开王府 最后也只能选择 一跃而下去找他们了 前世的虐都会在今生田回来 真正的结局是双双圆满 前世很多的耿吓仪式都会重现 这大概就是前世今生的魅力吧 感受过了前世的不容易 才会对今生在一起更有感触